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教也因为这样传遍了全世界 那据说历史上的瘟疫 明朝的时候 瘟疫让明朝也是没了 可是当时的清君完全没影响 瘟疫还挑人 这个真的是奇迹 明朝的瘟疫 明朝皇帝在位17年当中 有7次的瘟疫 前后历史15年 非常长的时间 因此 明末的京都附近 60%的人 都是属于死亡 所以很严重 苏州23万户 只剩下5万户 人口超过一半 死亡超过一半 怕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明朝是亡于老鼠了 是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公入北京城的 这个李志成大军 那却少有染疫的 这个现象 就等于他们清君都没有人染疫 那所以 很奇怪 对 所以这个明朝 这个寿终正寝 就是他的明朝衰败之后呢 反而这个瘟疫鼠疫就消声匿迹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子啊 对 真的是很奇怪 是 就完全不见了 完全不见了 那在这个古代 这个雅典 这个大瘟疫里面呢 有人就说他 像那个割稻草一样 就是一片一片的倒 什么意思 因为人 他们严重到 这个雅典的大瘟疫呢 甚至这个买菜 聊天过程当中 那个人就倒下去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 武汉肺炎一样 走在马路上 那个人就倒了 是 那这个雅典大瘟疫也是这样 那古时候的这个雅典 他是在地中海的这个 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 他非常强大 那 当时的这个斯巴达勇士呢 他连要攻这个 雅典城都攻不进来 可是却在这个公元前430年 一场大瘟疫之后呢 他自己就瓦解掉了 那 真是 古西兰他们本来是崇尚这个 这个高尚的这个精神生活 可是在瘟疫来临之前 这个许多富裕的雅典人 他们开始沉迷物质的享受 包括乱伦啊 同性念啊 这个他们在当初都认为是一种时尚 所以就是道德就非常败坏了 道德下滑之后呢 也造成他们招来这个灭顶之灾 那有没有姓名者啊 姓名者当然有 姓名者我们来找的是比较有名的 叫做苏格拉底 那苏格拉底呢 他是 他后来我们知道他非常有名 那他是因为他生活非常的有节律 然后也他也非常节省之爱 所以他因为他这样这个规律的生活 所以他反而逃过的 逃过的这个瘟疫的这个灾难 可是呢 也从此他走上了这个 这个 就是追求精神的这个道路 他也开始在 就是在 发现说 为什么有的人会死亡 有的人不会死亡 那后来他慢慢发现说 这个是跟你的精神 呃层次 就是层面比较高尚是有关的 嗯 就是说他的道德比较高一点的人 就在信念于难就对了 是 那从那个时候他也开始发现说德 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德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瘟疫真的会选择人 是 就像那个老师 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这个 推背图 是 唐朝的推背图 那老师也讲了一些嘛 就是 推背图里面呢 真的就已经 已经告诉我们 是啊 会有这一场灾难出现 对 推背图 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 他总共有60个图 那因为他配合60夹子 那所以有60个图 那 呃 后来有人发现说 第56个图 就是我们称为第56项 那他 跟现在的瘟疫是 非常的雷同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他每一个推背图里面 他都有一个天干地支 然后再加上一个挂 那他那个挂 不是我们八挂的挂 而是64挂 其中的一个挂 再来就他会有一个图 加上有一个秤 那秤他就是会有像 像诗句这样子的 然后再有一个颂 他也是像就是解释的这个 这个诗句这样 那第56图里面呢 那他的这个天干地支呢 称为己位 就是夹以丙丁物己的这个己 那己位呢 我们还有所谓的五行纳因 所谓的五行纳因 就是把天干地支加起来 他的五行是什么 那己位他的五行称为天上火 天上火 我们以前有介绍过就是 只要是在古代天上火 他称为天火 那也就是瘟疫的意思 那第56项他讲的就是 这个跟瘟疫有关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图来看的话呢 图可以看到说 有两个像匠士一样 他们手上拿着毛 然后面就有点 有点像面对面一样 侧面对 可是呢两个嘴巴都吐的火 那就表示说十万火鸡 再加上呢 天上飞的看来是两只鸟 看来是两只鸟 可是这个趁约 趁约就像我们想讲的 这个施线的意思 那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飞者飞鸟 天上飞的不是鸟 然后呢 潜者飞鱼 这个水里游的也不是鱼 然后战不在兵 就是你好像要打仗 可是不是用兵 然后再就是造化游戏 这里面跟操弄什么有关 才会叫造化嘛 造化游戏 就是他有操弄了什么 什么游戏 就是变化的游戏 叫造化游戏 然后宋约他里面这样说 他说海 海江万里 进云烟 就哇 这个海江万里 万里里面全部都是云烟 就是 对 这个好像这个 乌烟降气的样子 再来上气云霄下极权 哇 这个上天下地 全部都 都有问题了 然后再来就是 金母木工工换弄 金母木工 如果说我们按照瘟疫来讲的话 这个瘟疫跟肺有关 那也就是跟金有关 那金母 表示说把这个当成一个主体 可能是攻击肺的一个主体 那木工工换弄的话 就是我们 如果说按照古代 那个宋朝那个时代 应该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嘛 可是他们所有的变化都是用什么 用木工 比如说我要磕一个鸟 要磕一个什么 它都是用木工去变化的 那所以呢 可能这个是不是实验室出来 好像有一点点眉目 哦 所以老师认为说 公换弄这个地方是指说 这个病毒呢 有可能是基因改造的病毒 对 因为它这边公换弄 包括前面的乘约讲说 造化游戏嘛 它把它变来变去不就是造化了吗 对这也就是白宫他们认为说 病毒的起源 是 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武汉的 P4的实验室 是 所以公换弄好像有道理 有点眉目对 后面他还讲说 干戈未接或连天 他说不用 不用动到这个干戈 他已经摘或连连了 就是 前面讲的说战不在兵嘛 是 也不用这个真的枪啊 是 马上就已经死伤一片了 就对了 是 这个第56项几位呢 他也有点 我觉得他 他这个项可能不只是讲经验 他也有点呼应那个 日本的311 日本311也是十万火机 然后他这个核不是就是有污染吗 哦 你 我们可以去对应到那边 对对对对 有没有发现 他那时候不是地震之后 对 像这一次呢 武汉肺炎也那个日本也很多的疫情传出来 哦 那老师上次有讲说 什么 日本在在大陆的哪一边 日本在大陆的东边 那如果从地图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南韩跟日本都是在中国大陆的东边 那我们中国的预言 包括我们的 我们所用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九星 他都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像预言也是 是啊 因为这些古代的人他不会说 不预言中国预言到非常是很远的地方 其他国家 中土啊 对 中国就是中心 那像今年的这个日本跟南韩来讲的话呢 他就是在中国大陆的东边 那东边呢 如果从2020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九星来看 他就是武皇的位置 那武皇我们之前有提过说 只要是武皇他都是算是凶方 嗯 所以他们的疫情就串出来 越来越严重 是 那我们台湾好像疫情做的还不错 防治上做的还不错 对 因为台湾他比较接近东跟南 所以他可能就接近东南方 那东南方在2020年来讲的话 他是算是几方 所以我们应该算是保岛啦 是 我们的民众也大家都非常的理智 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防疫 然后大家是上下一条心 是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非常辛苦 是 我们在这边跟他们敬个礼 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样子谈下来就知道说 从刘伯温讲的这个 刘伯温的这个什么 悲戒嘛 对 是 天有眼 地有眼 人人都有一双眼 天也翻 地也翻 逍遥自在 任无边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落步回心转 看看时期在眼前 所以呢 鼠老师有提到 真善忍这三个字是一个 应该讲 附身符好了 是 指导的人呢 就多多用这三个字去做 是 才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总之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不好的事情降低到最下面 是 最低潮 嗯 好 那这个武汉肺炎呢 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延续蛮长的时间 嗯 有人说清明节啦 所以我们看看清明节 有没有一个拐点 会让疫情再 变得小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 哇 真的可能到八九月 十月 对 因为 以这个孕缘来讲的话 他讲说 还有十仇嘛 就是我们 除了这个 还有十仇喔 对 他说 就是招了此节不上算啊 那还有十仇在眼前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先存善良 我想这个是绝对 绝对是这个保命的 这个唯一方法啦 因为其实 病毒 有专家说它是属于RNA嘛 那RNA它 就是属于善变 那也就是说 呃 所谓的善变就是你可能 这个解药已经出来 可是它又变了 它又变了 是 防不胜防的感觉 是 好所以就是心善嘛 是 心善我们就可以 躲过很多的这个瘟疫 好 谢谢所有老师 更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